Hello,那么这几课我们就来讲解一下老师的录课技巧 很多老师在线下讲得顺风顺水 但是一到线上就觉得半天都憋不出几句话来 或者说录制出来断断续续的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在这里我就分享一下经验给大家 首先在录评和线下讲课是有不同的 这点我们一定要认识到 那么我往往会觉得最大的差异化在于 你在线下你会有一堆的学员对着你 那你可以即时的跟他交互 你的什么的内容都可以从学员那儿得到反馈 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 但你在线下录的时候 你会发现哇没有人跟我交互 似乎我的课程就讲不下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给一个建议 首先第一条 就是假想你的面前有一堆的学员在听 就是当然你可能你不需要对他们指名道姓的这样子来提问 但你同样也是可以去提问的 所以你要假想面前有一堆学员在听你的课程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很happy的把自己的一些情绪给调动起来 不要让自己感觉有气无力的 如果你一讲课都提不起这种激情 那么别人听你的视频课程也自然会想打瞌睡 对吧 第二就是一定要知道自己会有一个适应期 不要着急 我记得我在从线下转到线上录制课程的时候 大概经历了两个礼拜的这个适应期 那时候连续录了几次视频课程 实际上效果都不是非常好 那后来我就做了一些调整 然后慢慢的会越来越好 也更加注重线上录制课程的一些技巧 第三就是形成自己的绷格 养成自己的习惯 那比方说我在讲课程的时候 我更喜欢是追根溯源 那包括很多时候会结合圆码去分析 为什么是这样子 我也常常提出问题来跟大家探讨 那有的老师他在讲课的时候非常幽默 有的老师在讲课的时候 他会显得非常的正统 那有的老师在讲课的时候 他会喜欢去聊一些八卦 这都是自己的风格 希望你把你自己先下讲课的一些风格 带到我们的线上来 学生喜欢有个性有风格的老师 再次就是假想你是个学员 给自己的上课打打分 而且每次结束了之后 抽空的时候把他回听一下 每次都进行一些改进 直到你觉得OK 我真的是度过了这样一个适应期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讲课的时候 很多人一上来就讲 实际上这个习惯并不是非常好 我说了实际上我们讲课 每段视频都要有非常清晰的目标 所以你一上来就应该设定 说告诉大家我们这堂课要学习到什么样的内容 那么学完了之后呢 你还不要忘了一定要给大家布置一个homework 特别是IT这个行业 一定是要练手的 所以我们讲叫每节必练 每课必考 所以一定要给大家设置一个homework 让大家下来去练 练了也可以把相关的作业 demo code提交到我们的Mac网的网站上面 再次就是我们在录课程到了一定阶段 除了讲解这些一个知识点之外 一定要有考核心的项目 所以这个在老师的大纲设计里面一定要考虑到 还有在我们在讲课时候使用电子笔也是不错的方法 实际上Mac网的老师我们都会无偿的为大家提供一些电子笔啊 电子白板啊这些 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 完全可以问到我们官网来要 举个例子 我这里现在就在MacOS和Windows下面都有一支笔 那么当然我也需要相关的一些白板软件 比方说在MacOS下面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喜欢用这样一款软件 这个 我们都知道Windows下面有一个叫SAI对吧 Sci 那么在Mac上面有人用Java方式给它克隆了一个版本 所以这个软件来做电子白板是非常方便的 但Windows下面你也可以用这款软件 叫SAI 你可以下来看一下 当然你用类似于其他的 包括Painter啊什么的都很方便 那我在这里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比方说我这里有一块画布 我建了一块画布 那我只需要选择我是用Pain啊还是用Bush啊等等啊 比方说然后我给大家设定一个时间 设定一个颜色 比方说我偏向于暗红色 那么你也可以去调整你笔刷的大小 SAI 那么我在讲课的时候时常的我喜欢画一些东西 来讲明一些道理 所以 大家可以习惯了这样一种方式 在这样讲课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生动 当然除了这些技巧之外 实际上你们还会研究出更多的在线录制课程的一些技巧 那我今天只是以我的经验在这里抛砖影域 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好的一些新的技巧 欢迎来电跟我沟通 好 那这一课的内容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大家下来多练一下 大家下来多练一下